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鹦鹉罗 劳力士今年有很多新款 但是我要说的是 劳力士这款表 它首次使用了基罗工艺 你们好吗 跟大家吐槽一下 自打疫情以后 听说要能来日内晚了 我就一直有一心愿 就想拜访一下如那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如那的风格 尤其是有些唐家 当年该抓的时候没下手 结果后来拍了大腿 每次来日内晚 我都想去拜访一下如那 但是毕竟是钟表与奇迹邀请的 所以时间安排那么紧张 居然两次都没有约上如那 正在释放的时候 后来我发现不用了 这个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这就是帕马强尼的Doric系列 如果我们说表盘的颜色 表格材质 还有包括机芯加板的设计 包括整个手表的设计理念 我都可以用这个来满足一下 你能堆一款 有了百搭斐力了 有了朗格了 你想要一块 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表 就可以看看这个表 当年我对如那印象最深的是 它对表格材质 对这个表盘材质的拿捏 有些表的表格是薄金的 表盘也是薄金的 可是这个薄金的表盘 它带颜色 当时我就问如那 这个薄金表盘颜色 你是怎么弄的 他说我们是进行了一些什么处理 他这种做法在其他的品牌我没有见过 另外如那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机芯加板都用的是K金的 他说K金是做机芯加板的最佳材质 我记住了 如那定的这标准的话 我一直没找到一个另外一个案例 但是现在我找到了 这潘巴强尼新出的这个Doric系列 我们就找一个薄金的说一说 薄金表壳 这表盘是什么材质的呢 是K金的 它这个颜色据说是Celadron 叫青磁灰 还是咱中国的这种元素 这个表盘材质是金的 你没听错是金的 然后他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此处省略300字处理成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处理工艺 这个帕马强尼先生呢 因为他擅长的就是古董修复 对于传统工艺呢 他有极大的热情把它复兴起来 这个就是他复兴的一个产品 除了这个表盘的这个处理以外 你仔细看 它这个表盘的边缘 它是下沉的 这个也是有一种发育名色 叫舍位还是舍位 舍位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你仔细看细节的话 它那个表盘这个圈外圈 它是往下成向下的弧形 就是这是一个很闷骚 很低调的一个工艺 机芯呢 这是手动上线机芯 为了让你更好的欣赏这个机芯的构造 你看那个金色的部分就是金的 这个机芯除了这个必须使用钢子零件的部分 它全使用了K金 这个让我好像找到了那个如纳的感觉 另外呢 这个纹 通常比如说瑞士其他高级钟表 包括德鲁钟表 他们在这边做的打磨呢 通常会用这个任劳瓦波纹打磨 帕姆强利用这个打磨手法呢 叫弗洛里耶波纹 因为弗洛里耶是帕姆强利的胆生地 既然是手动上线呢 帕姆强利还把这个表冠特意的做加大了 用起来比较舒适啊 但是这里边还隐藏了一个秘密 看过我们以前的节目的人都应该记着 我们介绍一款500万的表 他那个开发者他介绍呢 这个表的上线的感觉 齿轮的运行的精密度和阻力 它是有一定比例关系的 你要想让它手感流畅 可以啊 你把间隙弄大一点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呢 它会有其他的问题 你要想严谨一点的话呢 就间隙要做的比较致密 比较精细 这样的话上线阻力就会大 帕姆强利呢 把这个表冠实境加大了 就对冲了上线时候的这个阻力 所以这个啊 我给你试试啊 确实不一样 这个青磁灰你看到了啊 跟它相配的呢 这个皮呢 也是应该是做旧的 就是磨砂的这个 有点水血啊 磨砂的感觉啊 这个缝线特别有意思 这缝线看起来是很稀松 很均匀的 这个叫纳布勒斯缝线 今儿我没穿这个 我买菜那个是纳布勒斯缝线啊 反正这是高级西装上 用的一种特殊的缝纫工艺 用这个呢 你可以想象啊 纳布勒斯啊 什么感觉 很低调 总结一下啊 多瑞克系列 在盼布勒斯缝线 它属于正装表 正装表有正装表的欣赏维度 比如说它不可能像其他的表一样 可以随意的叠加复杂功能啊 或者是炫机啊 镶嵌什么的 那个不是正装表的这个欣赏维度 优雅意味着克制 所以你不可能乱加东西 不可能乱加修饰 但是你必须低调 必须闷骚 比如说青磁灰的表盘是金子做的 这个表袋 它用的是稀有的鳄鱼皮 然后做了这个哑光处理啊 还有这缝线 种种种种 营造了一种高级正装表 它的价值密度 这是一个很新的维度啊 你玩惯了其他高级表 想要一款正装表的话 这个是高度浓缩的 OK 钟表与奇迹 任着把表展上 自然少不了爱马仕这品牌啊 这品牌大家都知道 不差钱 所以这种不差钱的品牌 他们要做手表怎么做呢 这块表可以是个例子啊 如果你研究一些过往的爱马仕的表 你可以发现 爱马仕呢 很不屑跟瑞神玩一样的东西 他们玩的是创意 玩的是线条的组合啊 玩的是材质啊 玩的各种有趣的表现方式啊 甚至爱马仕说 我们不是把手表 当作一个技术工具来设计的 我们把外表当作人的一个朋友啊 可以随身相伴的一个朋友 那么今年呢 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块表 这块表呢 可以说是爱马仕首次专为女性设计的机械表 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爱马仕CUT 这个壳形呢 应该可以说是一种整体式造型 然后外观打磨呢 也是这种复合打磨 这个CUT呢 可能很多的时候指的是在表壳上 但是呢 你说它方吧 它确实有很多圆的线条 你说它圆的线条吧 它有一地方切了一刀 这就是一个外形特点 链带呢 也是特别典型的那种整体式造型 甚至有种某种爆款的这种痕迹 但我敢肯定爱马仕绝对无意要模仿任何爆款 因为还是那句话 爱马仕玩的 是自己的创意 了解万表流行的朋友都知道啊 我们擅长的是深入的解读 所以呢 观众我们一下 后面 我还可以给你分享我的所见所闻 当然是有深度的 我也别跟大家卖官司了啊 老黎师这款表 它首次使用了鸡楼工艺 但是它不叫鸡楼 它叫鸡壳雕花 15000 非常非常非常感应 给你 眼罗